首先假装高手先用白色和黑色给月亮打一个底色 喷好以后再用粘纸粘出月亮的纹理 纹理粘好以后再用黑色给星球打一个阴影 再用白色打一个星球的高光 用你的祖传大碗给它扣上 月亮的周围我们全用黑色给它涂满 再用白色随手扫出一个发光的效果 揭开祖传大碗 一个月亮就这样喷好了 接下来再用小手勁粘上黑色颜料 画一下草丛 草丛下面我们用粘纸粘出岩石 拿出卡片画出后部 下面空白的地方我们还是用黑色给它全部都涂满 继续拿粘纸粘出左右两侧的岩石 用刚才同样的方法再继续画几条瀑布 还是拿着小手勁在瀑布旁画一些草丛 再给草丛加一些高光色 瀑布建起的水雾我们用白色喷漆从下到上的搅着喷 瀑布画好以后再给天空画一些飞鸟 卡片对折再给天空喷一颗流星 最后一步用火烘干它 一幅黑白色星空风景喷漆画教程分享给你们 谢谢光看 你去会了吗